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懶吧 那史丹丽是一直很懶的 那他就不准 那像你这样一直在懶的人 最末年中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吗 没有啊 他反而觉得是忘记很阻挠你的初心 对就是因为会可能觉得路上太多人 或是很多事情到我反而又跟不想出门了 你知道淘机啊 我觉得从疫情解封以来啊 好像没有一天是空的 以至于我有朋友他那天带着三个小孩 要回新加坡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也在跟我传点信 我说你不是已经在飞机上吗 他说没有大delay 我说怎么了 他说输送带坏掉了 哎呦刚好遇到 哎呦前天只有这个新闻 对他他觉得是输送带坏掉 后来我看新闻他是说跳电 对是那个系统 行李的系统都当机了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那个 输送行李 对地形要用人力班哎天啊 所以他他自己那一班是delay一小时 因为大家用人力帮你弄上去 没有输送带你能想象一个机场吗 这好像回到好久以前我去过的一个机场 还有什么印度啊这种哎 人力哎 还是你就请那个 就是说每一个乘客请你帮帮忙 这样我们就可以on time 把你自己滑到那个 把自己的弄上去 这边来自有一个楼梯先往下 然后在那边你交给那个运货的人 然后你再往上去去找你的位置 你不能想象这件事 除了天气的捣乱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大跳电啊什么 你看到所有行李队在那里 我觉得很恐怖哎 这个机场没有输送带就是 废掉的概念哎 而且你也会担心自己的心理 有没有上飞机 对 然后再来我碰过有一次delay 就是这样做一做就想说 哎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然后就看到翅膀上有人 我就 哇 机翅上有人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机长才报告说 哦那时候好像是西雅图 他说我们会持飞的原因是 我们的机翼 就是机翅膀上面有冰 有雪 然后你就想说 哇那用什么科学方法去除吗 没有没有 盆水 就是好神托以类的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你 你要给他把那个冰给弄下来 弄掉 但我就想说可是 为什么 我还是不太懂 那个原因 因为他又不是这样子飞 他不是像鸟这样子飞 他不就是这样飞吗 冰冰的翅膀有关系吗 对啊 就可能怕他 他没有在挥动啊 有一些小翅膀不能伸缩 对啊有可能吧 他会有打开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呃 大家如果要我觉得要出国真的 我想要大阪机场我真的 我好运啊 大阪机场那个好了啊 他那个什么免税店已经开了 那之前听说会那么塞是因为 免税商店在在整修 是吗 对对对 是因为人手不够 然后台湾人太多花了 那一阵子有听说好像好一点 就是免税商店开了之后 因为我看脸书有些社团就写说 那个枫叶季过去好很多了 对 就没什么 那么多人 接着就樱花季就有 樱花季 樱花季 所以这两个季你都去东北看是不是 我觉得东北人比较少啊 就不要去东京啊京都啊 但东北的樱花都白色的 我看到后来有点 就比较粉嘛 比较没有那么红啊 自己加个滤镜 粉红色透过去这样 对啊 所以其实大家出国要小心要提早 要提非常早 我有一次又错过了 就是在你之后 又错过了 错过了登机时间 但是只有几分钟 因为好反正他的櫃是给我写最边边那一个 结果到那边就发现没有 然后我就跑到第一个櫃 然后就这几分钟啦 他说关櫃 我说不是不是 我刚刚你们写是写那边这样子 对但后来还好 他说也因为delay 所以他才赶快再让我那个check in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后是不是要提早三小时出门 好像是因为我看到最近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讲 就是因为我以前真的都是会在最最差不多的滑进去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人很多 人很多 非常多 多到你会怀疑说大家都不用上班吗 嗯 有的明明是平日啊 对对对 怎么会这样啊 现在大家都比较懂得运用自己的假期 哦 可能会自己对前后啊 调整一下这样子 嗯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好最近的飞行经验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像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的是用机器通关吗 嗯对 哎不错哦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bug 因为他有两代机器 啊对有两种 一代的好像不见得都能用 哦真的吗 我儿子的他那时候通过的我忘了他登记的是一代还是二代 应该照理说应该是一代了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们两个回来 我就先去拿行李 我就还传给他说妈妈先上厕所 我现在在六号台 我想我儿子小子怎么不见了 后来他就跑出来就跟我说妈妈 结果那个机器不能用我 我又被带去人工的那个台 对啊 蛤怎么会 有些机器能用 有些机器不能用 哦 我觉得这个呃就是淘机要赶快调整过来 对 嗯 因为别人说他登记过一次你有某种机型是不能用的 那干脆你是不是也要帮他就是辅导他说那你去再登记一次 或是再登记一次 对自己去升级 不是升级啊就是再申请一次 对对 然后再来我就是很惊讶于那个新加坡的通关 你知道他现在也是机器全部 然后就会有个人抓走去 然后我就还有点迟疑 我说是这里吗 因为我们并不是他们国民啊 当然当然 台湾不是一定要台湾人才能吗 对对对对 外国人不行吗 对对对 他说哦 你有没有填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入境 我说填啦 他说那可以 蛤 我不敢相信我想他是不是搞错 但他既然叫我往前我就往前了 嗯 我护照押着 他就开了 我就说欸 我不是新加坡人 但我可以 那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听到后面 啊好应该是我儿子 他就说那你现在放护照 我想说不行不行 你怎么现在放护照 我现在正在通道里啊 嗯 他就说可以啊 欸 我们的机器可以 台湾的还不行 台湾要一个一个 不知道是十三代吧 哈哈 不知道了 就是 就是 大家有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 就是人在通道里的时候 通常台湾的机器是说 你不能放护照 你不能在那边弄护照 门是关起来的 对因为人家要扫你的眼睛 那后面那个人你先不能放护照 对 可是新加坡机器是同步可以 已经可以放了 哦 非常快 那我逼一出去我儿子就进来了 嗯 所以就同步他这台机器就可以操作两件事情 哦 那你看我们去关西那日本啊 真的啊 嗯 日本就是他们有机器啊 可是他们有机器完之后 他还是要去忍那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对啊 他指纹跟那个要分开 要分开对 而且他虽然用一个人在管理两台机器 你会以为是双倍数 没有 没有 因为阿伯会先看右边 右边弄好了没 弄好了没 然后左边就看 他没有同时让左边的人进行 对对对 我知道 为什么 他们就是一本一言啊 就是这样啊 对 我爱日本哦再次讲 哈哈哈 我们希望就是所有 不要说什么哪一个国家 没有这个意思是说 所有的服务业旅游业 这些业如果你们都能让大家更方便 那我还是想要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大家如果比较少出国的经验的话 真的在那个过海关要检查的时候 因为现在冬天先把外套脱掉 外套脱掉 外套皮带电脑钥匙零钱拿出来哦 都要拿出来哦 对因为真的 水跟喝完倒掉 可是其实工作人员也都会在前面提醒大家 但是女孩还是遇到很多人 然后卡在关口然后在那边脱外套的啊 他就跟你讲我听不见 脱皮带的 脱皮带的 我听不见 很安静 只要挑战脏的 大家知道留演习嘛 就是那个机智生活里面那个 一直想要当神父的那个小儿科医师 就是长得很帅嘛 又高又帅 然后一脸和善 你要想他都是那种 什么病人的情况如果很危急什么 他就会哭的那种 这么好心的医生 结果他在新的戏里面 给我演变太杀狂 但还是个医生 你不喜欢 就是我觉得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这种剧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又觉得说 你不是很喜欢办案吗 但他又要挑战自己的演技 因为他支持要看一下嘛 在爱奇艺播出 独家播出 然后呢 叫做什么 运气好的日子 这个片名感觉很阳光啊 为什么 结果他是惊悚压力大的片 为什么片名叫运气好的日子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财阀家儿子那个爷爷 李欣明 他演他是一个继承车司机 然后他觉得他这一天 出门的时候一切都很顺 天气也很好 然后什么什么 又载到一个很大方的客人 要叫他载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要给他一大笔钱 赚很多钱 他就觉得今天运气还不错 所以是这种讽刺 就他载到的就是这个变态杀人狂 杀人狂 好衰喔 他呢是一个 而且是连续杀人犯 他会锁定不同的人 计程车司机吗 是一般人 大学生或什么这样子 然后这一天 为什么要找这个计程车司机 因为他要运送尸体 他把尸体藏在他的行李箱 但他其实是一个医院的医生 所以他应该就很懂得 怎么去你知道分尸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像这种啊 他如果做计程车的话 又坐那么远 然后将来问起案来 就说有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到那么远荒凉的地方 很容易抓到 这件事其实也不用抓到 他在半路的时候 他就会常常就是出事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司机啊 他就可能在路上跟他聊天嘛 他可能说 哦你什么什么 就本来刚开始韩国人 不是都会讲禁语什么的吗 然后这个 这个四四文文 看起来很斯文的年轻男子 就跟他说 你不用这么拘束 就是我们讲话就随意一点就好 嗯 然后可能就 遇到那种路上的人 不是会那种 怒怒主 哦怒怒 会突然去骂这个司机 摇窗下来骂他嘛 然后那个那个医生 就那个 劉演席就会说 你就是人太好 遇到这种状况 你就是要骂回去 你要骂他脏话这样 嗯 然后就啊不行啊 然后就你练习啊 你要练习啊 然后就可能就叫他练习 给司机压力了 对 开始那个阴暗面慢慢露出来 然后那司机就觉得 骂完之后就觉得很畅快啊 什么的 然后就说 啊后来跟他讲话呢 也不经意可能就 骂了一句脏话 后座的就翻脸了 你刚刚讲什么 哼哼 哎呦 不是他叫他骂的吗 不是你叫我骂的 好可怕喔 他们沿路就是很恐怖 我在看两集 我就有点毛 你知道 然后这个戏里面 还有一个很会演戏的 叫李真营吗 因为他那个字我不会念 就是我们的燃掉时光里面 跟那个车 聖元 是青梅竹马 那个阿竹马 赢对李真营 他就是平常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人嘛 他在这剧里面啊 在运气好日子里面 瘦非常多 他演的是 他的儿子就是被这个刘燕熙杀掉的一个大学生 但是警察一直说没有你儿子自杀 他说我真的有证据 而且我已经 我就是他去调监视录影带 他就是看到这个刘燕熙他的一个侧脸 他就知道说他就是我儿子说一直在跟踪他 监视他的那个人 然后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去查案嘛 他想要替他儿子申冤 但警察一直不受理 他就一直追追追追追到他的医院 就发现他孕着尸体走掉 所以他就跟着他们要去 他跟在这个机车后面 对他去查说 查到这个变态杀人犯的证据 他将他神志欲罚 好不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但我真的不敢看 压力太大了 因为刘燕熙真的演得好好喔 对 这个设定有点像那个 《落日杀神》 对对对 泰姆克伍斯当演杀手 对对对 就坐一个机车 前面都还很温和有礼貌啊 然后就会突然变脸 然后在休息站的时候可能 一个那种货车司机 什么卡车 货柜车司机 得罪了那个他的计程车司机 他就出手了 然后你刚开始会觉得说 哦大坏人心 不是他出手是直接要人家命耶 他不是那种可能教训他而已耶 真的 为什么啊好恐怖喔 但我现在看到可能前面还不错 因为我现在看到他说他的收视率是下跌的 他有两季 他现在韩剧都流行弄两季 要拍那么多 但是他的收视率高于同属有线电视的 跟我说爱我 嗯哼 上次讲了 嗯哼 我什么都没有说了 你说不好看吗 哈哈哈哈 什么都不 你说 所以呢这个 接下来呢 这个 我们火头咕咕的手机 今天一直闹鬼 闹鬼到手机 Oh my god 你看我爱奇艺最近播了两档 都是男神 为了挑战自己 都演那种很变态的 不是黑社会老大 就是这种真的是 可是这要怎么讲 就是你知道吗 演艺人员都一直想突破自我 就好像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主题 就是说 万年金曲该不该改变 结果两位意见都说不要 结果后来我访问一个音乐人 他就他就吓到说 不要吗 我最近正要改变一首 经典名曲 而且是唱片公司都说 想要重新有一个不同的味道 那就好比说一个演员 他一直在演高富帅 他自己也会很 或是白富美 他也都会觉得自己很无聊 他想突破 可是这个如果 那不然好 那你说如果不要演变态杀手 那他要突破转型 他可以演什么 走不然演技艺 演这个那你又会超出戏啊 对啊 演那个啊 就是笔手语的 还ok 也是帅帅 副都啊 只要帅就好了啊 笔手语好像是 你知道 之前那个陈一涵也演过啊 对啊 不是只有副都啊 跟我说 他都会害我也是笔手语 也是帅帅的啊 而且笔手语跟盲人比起来 笔手语还比较好演一点 哦对 盲人很难演欸 看是哪一种盲啊 对不对 那好那除了这个就没了吗 就不能接受他 髒髒的 或是变态的 邪恶的 变态杀人这种 我真的不行欸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他演太好了 那不要变态杀人 是变态色情狂这样 哈哈哈 不高兴 哈哈哈 他在脸超不高兴的 就是他不能 都没有杀人啊 压力很 偶像变色情狂还蛮好看的 对啊 偶像的事件没有性欲可言 那可是事实上 他如果要变色情狂 他就是你知道 AV帝王 对啊 可以接受吗 你说BTS来演这个 AV帝王不算色情狂吧 算吗 充满了性生活 对 你看韩团会有哪一个敢挑战这个角色 接下来呢 我们的不正经大师 哈哈哈哈 来杏鲍菇 就是你啦 你看看谁 我看谁 习惯子没来喔 哈哈哈 韩孝九泉菇没来 对 没有啦 我要介绍这个 不是不正经的 算是正经的 叫那个末日弥杀 哦 弥是弥样的弥 就是末日弥杀 今天充满了杀意 对杀意 悬疑犯罪 而且我觉得还是蛮正统的那种 密室的那种 悬疑杀人 柯南吗 柯南来了 类似了 因为我看了两集而已 然后一开始就是 一个女主角叫Debbie 然后Debbie她是一个 她一开始出现在她的一个 她的朗读会 她出了一本小说 是根据她自己真实案件 她自己去办的真实案件 哦 你有看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只有看开头 哦哦 对对 然后她去她写的书 然后她就把 之前去 对 之前去破案 破案办了一个案件 但其实她只是业余 她并不是什么任何职业 那应该会好看啊 那只是好玩 因为是真实事件 没有没有 是她系里面的真实事件 对对对对 我意思是说那个小说 对是 然后她就朗读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就大家 就是被她勾住了 就觉得真的 有勾子 对很好看 像很好看之类的 反正就出了大货好评了 对 Hue 然后呢她回家之后 就突然就接到一个邀请 就是一个 他们这个 科技巨擘 比如像我们马斯克好了 或者说我是贝佐斯这样 然后想要邀请他到去参加一个 他每年都会办的一个什么训练 开发营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以开会为民的度假 然后当然就很开心他就去了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说 就是刚出了第一本小说而已 但是我觉得他背景还蛮厉害 是因为他爸爸是法医 他从小就跟着爸爸 所以他其实爸爸去办案什么的 所以他对死者的骨头啊什么的 很了解 什么死法都很了解 刚次想讲死人骨头是吗 对死人骨头 然后他又是 他又有点骇客的背景 哦 他这样无疾 怎么厉害啊什么都会 对啊什么都会啊 对啊然后就去办案 可是他办案 他之前那个小说那个案子 是因为他小时候看到 家乡附近有一个无名湿的骨头 但是有一个耳环还是相连 耳环有一个耳环 但是爸爸爸爸或是警察 说这个已经太久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已经没办法不可考了 对可能不知道是多久 然后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然后开始去查 查有没有以往的案件 跟金属耳环尸体 女性什么 30岁也没有相关 然后就刚好找到一个网站 一个网站的一个 一个也是在研究这样的事情 就是那种犯罪网站 其实美国很多这种就是 就是那种对犯罪很有兴趣 而且他们都会直接把照片什么都秀出来 对对对对 很恐怖 犯罪现场照片 然后就会自己以为是侦探去办案这样 对 很多这种 然后找到一个男的 然后他一个男的一起在办这个案子 就一直在办这个案子 然后后来这个案子 然后他就突然就离开了 他就突然 他说他已经说不了这一切 然后觉得怎样 他就要离开了 对 他就离开了 就失踪了 就失踪了 对 然后好 然后军头都转到那个 他们要去那个度假营了 他就那个 那个富豪的度假营 然后去了之后 然后是 就飞机上的都是 私人飞机上 然后都是赫赫有名的 什么电影导演啊 什么谁谁谁啊 然后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找他 对 然后就去了 然后叫冰岛 然后冰岛 然后是冰岛 然后就是这个雪地里面的 一个一栋豪宅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要可能开这个台去豪宅 就是吃饭了之后 然后就第一天晚上 那个富豪说 那大家就一天 继续去吃饭吧 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突然一抬头 诶 比尔坐在他对面 对了 那个本来跟他 说要走的人 已经走掉了 真的很 其实很像日本的那种 悬疑剧的铺城 不觉得吗 对 去到一个密闭的空间 密室啊 密闭空间 然后比尔坐在对面 比尔已经 在那六年已经变成了一个 就是有点像是 Banksy那种 知名的艺术家那样 对对 所以对 然后吃完饭啊 然后大家聊一聊 然后跟比尔出去 雪地走一走啊 然后就晚上本来看 他去找他干嘛 然后他就 按电影 然后就没开门 然后就绕过去 外面看到窗户 就看到比尔 趴在那边 就死掉了 第一集就这样结束 所以就是要开始找 开始找 然后第二集的时候 然后就 第二集的时候 那个富豪啊 然后把那个保全都说 啊他应该是服毒自然死亡了 对 但是后来 再被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继续开始追查了这样 嗯 OK 我觉得我应该是蛮好看 我有点开来看 我忘记了 明明就只看前面而已 对对对 就是常 没有有时候 器具是非自然器具 就是我忘了我有点开 然后他还蛮好看的 然后您可能还想继续看什么 就我就忘了 就忘了 好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 末日迷沙 末日迷沙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